现在目前还没有存在 还在研发中的 全世界最贵的空中载台 叫做B-21突击者 它的样子像什么样子呢 这里有一个图 如果你关心军事新闻的话 昨天这个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新闻 你没看到这个飞机 这叫记号B-21隐形战略轰炸机 看到这个我就立刻想到了你知道 哇塞 再赶他远一下 不就是飞碟了吗 美国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看看这个东西多厉害 你看它的弧形这些东西 那我今天要拿 这个最先进最先进的空中载台 跟美国现在还在用 但是非常非常老旧的一个 同样的叫做战略轰炸机 两个去做一个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到底在战时 或是应该我们建军 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 这个东西呢 我没有办法去比 因为它现在不存在 如果我说现在这一架多少 这架飞机多少钱 它是不客观的 因为它在研发阶段 那显然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如果我说它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我想不客观 我拿第二个 我拿它的表地好了 叫做B2 你看到这个跟刚刚那个比 很类似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的 几个结构啊 这里比较粗糙一点 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跟那个是 这个精进了再精进 这个飞机是什么时候第一架生产出来呢 35年前 到现在已经35岁了 那刚刚的那个飞机最近正在研发 还没有任何一架浮擎 那接着除了这个之外 B2是一个所谓的超级贵的 超级贵的 超级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那我再举一个 非常老的战略轰炸机 这架飞机第一次出来 这就是B52 刚刚介绍两个是B21 B2 这个是B52 这个也叫做战略轰炸机 它也可以装很多炸弹 这架第一架 美国生产出来的时候 在1952年 比我大8岁 1952对不起 比我大6岁 就是说它第一架出来比我还要老 那这架目前还有 还在服役那我就拿刚刚的B2 就是那个比较老的35年的那个 引擎战机 跟这个战机来比较一下 我们来看看它的几个数字 第一个我们说它的价格 B2就是那个35年的那个 引擎战略轰炸机 B2的价格是24亿美金 24亿美金是700多亿台币啊 我们那个大巨蛋啊 我查了一下 就是台北那个大巨蛋 除了中间有个大巨蛋 是不是左边 左右还有一个 那个好大好大的 那个大楼 那个大饭店 那整个的施工 当初标案的时候 是79亿台币 那是刚开始的时候 现在到底花多少 我不知道拖了这么久 它可能钱也变了 刚刚我说的那个B2 这个隐形轰炸机 它可以造十个 只要十个大巨蛋 那一架飞机如果说 我们台湾买一架 花了这么多钱 七百九十几亿 我不买 我用七百九十几亿 在全台湾盖十个大巨蛋 台北 桃园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盖十个 你去想一下 这十个大巨蛋对整个台湾的生活 有多大的 或是贸易 或是体育活动 或是经济 商业 有多大的带动 它可以有这么大的效益 可是坐这架飞机呢 你就会知道 你去储备这个军购买 这些昂贵的这些东西 有的贵到你 真的是让你觉得 不可思议的 我有时候跟这些军方的 这些朋友在讲 我说有时候 我替你们在谈这些东西 几亿几亿 就好像我们私底下在聊 等一下我们是吃烧饼油条 还是吃这个牛肉面 那个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个 贵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有点像 民航机的那个B52 年纪比我还大 六岁的那个 它的价格是 0.84亿 就是8亿四千万美金 B2一架 照一架 抵得过 我说的这个 老旧的这个 28架 所以一架换28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飞行成本 飞行成本啊 B2那个隐形战机 飞一个小时 大约要花 450万台币 一个小时啊 那另外那个叫什么 这个老的B52呢 它只要花大概 100万台币 所以两个的飞行成本 差多少 差了4.5倍 除了这两个以外 还有一个 妥善率 因为B2你可以知道 对不起 这里面好像有点冷 我有点流鼻水 你再想想看 那么复杂的一个飞机 就是隐形那个飞机 它有太多零件了 很多东西都要 精心的保养 所以它的妥善率 对不起 不高 它妥善率是多少呢 50% 意思是说它整个服役期间 有一半的时间 要做维修 要做保养 至于刚刚那个 比较简单 那个老的 那个像民航机一样的飞机呢 它妥善率是大概8成 也就是 如果我们要一模一样的时间 去服擒的话 B2 这个很贵很贵的这个飞机 你要买8架 才能够应付的话 那这个便宜的飞机 只要买5架 这三个东西一比下来 你知道它的成本差异差了多大 那接着你就在想说 虽然这么贵 对不对 那是不是那个隐形飞机 就是那个很贵的B2 它有很好很好的性能呢 那接着我们要讲 什么叫做轰炸机 轰炸机最重要的就是 它能够载多少的弹 那什么叫做战略 战略就是它能够飞得 非常非常的远 那我们也希望 它能够很快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来比一下 你要不要去猜一下 刚刚我说这两种差异价格很贵 差异很大 它们两个谁的载弹量大 拆 拆不出来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 你就立刻看出来了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是摆在跑道上的 这就是B2 好先进啊 快要做成跟飞碟一样了 这是B52 你知道它们的载弹量的差异 有多大你知道吗 B2 这是我查的 但是我发觉有各种不同的资料啊 但是大略上是这样子 我看到一个资料是 它能够载40吨 它能够载70吨 就是说它既然你是轰炸机 我们就应该讲说 谁能够载的炸弹多嘛 结果两个的差异 我查了很多资料 大约都是两倍 那你想说那一定是 这个引控大机的速度很快 对不对 哎你错了 因为它隐形 它不要很快 它是次因素 反而那个B52 还可以稍微超因素 可能到1.1马赫 它比它还稍微高点 那你想是不是这个 B2它能够飞得很远呢 你又错了 也是B52飞得比较远 你就发觉 我的天哪 你花这么多钱 制造一个这么先进优秀的载胎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只有一个 隐形 它飞在天空 别人可能看不到 那接着我们就要说了 一个战略轰炸机 它是隐形是这么重要吗 在二战的时候 它非常的重要 如果在二次大战那个时候 你记不记得 二次大战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飞弹啊 它只有从空中投下去的 那个炸弹 一千磅炸弹 两千磅炸弹 那个飞机会去打开肚子 弯弯炸 如果你喜欢看这些空战电影的 什么什么空中堡垒那种片子 那一个飞机 深入到敌人敌尽 好比说我要去炸柏林 我就要飞到柏林寺的散空啊 那柏林寺有多少的高射炮 砰砰砰砰这样上去 这个火炮去集中一个飞行的飞机 是非常困难的 那比大概你走在街上被雷打到的 几率高一些 其实也是很低的 所以它都是使用什么火炮你知道吗 叫做定时的 我基本上我会猜你这飞机 好比说是两千公尺 那我知道我这个火炮 射上去两千公尺 大概好比说 1.02秒之后爆炸 所以那个所有的防空火炮 到了空中就是自己炸 因为一个炮弹就是这么大 炸开来它可能 杀伤半斤是十公尺 所以十公尺之内的飞机都会被它杀伤 即使如此 其实集中的几率还是非常的低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有像B2 这么先进的隐形战机的话 是不是它就非常的安全 是它就真的是非常的安全 所以现在大家在 还是怀着那时候 古时候的那种思想 我们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 可是现在你有什么好 不要让人家看到的 现在所有的射程的飞弹 动辄上千公里 你去查查那些资料 一千公里的 两千公里的 即使再差再low吧 也有个一百公里 两百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 我不管用什么飞机 轰炸机飞出去 我发射飞弹 我大概都在一百公里以外就发射了 在一百公里以外发射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隐形 那个地球曲线 你还在地球曲线之下呢 你有什么好隐形的呢 所以现在的隐形 因为在飞弹如此的精准之后 已经是完全不必要了 而且大家再去看一下 这是一枚标准的 所谓的公船飞弹 对不起不是共船战 Tom Hawk这是这个战斧飞弹 专门公路的 你们去注意看一下这颗飞弹 这颗飞弹隐形 还是刚刚那一架 B-21飞机隐形 我告诉你它隐形 因为它很小 而且它小乎乎的一点点 它比 飞弹因为小 而且它也是 做各种的隐形的设计 所以它比隐形飞机还要隐形 那你又可以在像这个飞弹 大概1500公里之外 你就可以射击了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个 叫做隐形的战略轰炸区 去投这些炸弹呢 所以都已经没必要了 那我讲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些主观意识嘛 对不对 我的这些想法 接下来这两个数字 你就会知道 到底是使用者 它是怎么想着 我们刚刚说的B-2那个飞机 就是35年前很先进 24亿一架的 那个非常贵的 它总共造了21架 在这35年前 总共造21架 有一架摘掉了 所以它现在还有20架 只有20架 那B-52呢 第一架出来的时候 比我年纪还大六岁 它总共造了744架 到今天呢 还有58架在服役 而且你去打一下 B-52研疫 你拿这几个字去查Google 你就会知道 美国国会已经决定 让B-52研疫到 2050年 就是他几乎他100岁的时候 才让他退 到了2050货币拉拉退 我跟你讲 还是一个疑问的 我觉得还不见得 你就可以知道 刚刚这些一连串的资料 比过来 它能载多少的飞弹 它的维修费是多少 它的建造费是多少 那我问你B-21凭什么去 超越它呢 尤其在军中 不能算军队 军武 所有的应该都是这样 一个句话叫做 Quantity is Quality 量 就是它的值 好比说我们这个公司 今天生产了一个电锅 全世界卖了10万台 我们的对手那家公司 生产了一个电锅 全世界只卖了3000台 细的都不要说了 一个10万台 一个3000台 你认为哪一个好 Quantity 量 is Quality 就是值 知道吧 这是第二个 然后接着呢第三个 B-1 昨天我看到一些 登的一些 就是对不起 B-21啊 就是那个 超级贵还在研发的 它目前在造了五架 有一架在试飞啊 有一架在这些东西 目前只有五架而已 没有一架服刑 还在试验的阶段 昨天的新闻在说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它的时辰要延后 为什么 不晓得又出了什么问题 第二个 它昨天那个新闻 要额外的争取 70多亿台币的改善经费 改良吧 或是改善 不知道哪里又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它原来依据这个时辰来 测试生产服役的 时辰也在往后延 你就知道 一个 这么贵的一个计划 其实它在实际在做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